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GFL PRODUCTION 今天就... 已經看完了影片 都是臭蛋影片 下午5時公佈了 明天就會有一個下半節的OO的活動 會出一部斯羅尼2號機 最主要是講回佐天使2號機 大獎就是這部 佐天使2號機 先看看技能 1回合裏面 我軍的RFD 然後就... 敵單體極大傷害 3回合裏面 敵單體回力減50% 2技 2技就是2回合裏面 我軍的命中加30% 而且我軍的SP回25% 看這些技能 一看就知道 這些都是典型的 即是VSP技能 而且它的賣點都一定是在2技身上 1技都可以的 有少許功能 最主要是Dedolive 以及減到對面的回避力 可以做到支援性的東西 都可以的 最主要這部機都是那句 賣回典型SP回復的25% 兼且再加多個功能 加命中 我相信都可以的 當然沒有回血 或加工這些那麼實際 感覺上 但現在的年代變遷的關係 最主要是 現在命中都是一環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部機都不差 最主要是提供S級的上位或中位 最主要它的耳機是一個挺保值的功能 要這麼說 當這些機器出多的時候 到熱圓仔都會出的時候 普通拿回SP25%的機體 就會慢慢退下來 變成像一等 所以這些機體問我是否有必要去急追 我覺得不需要 反而就等熱圓仔都可以 接著就去到其餘的配賽 配賽就有一部衰左之藍和左天使 看看是不是叫拳天使 也不要緊 最主要是看看這部衰左之藍的技能 衰左之藍呢 先看看吧 一技一回合裡面 單機的防禦力減100% 而且它Buff狀態電不到底下 兩回合裡面是單機加攻100% 而且它Buff狀態極大傷害 貫通極大 對超波手有特大傷害加成 接著就二技三回合裡面 我的軍加攻50% 兼且有普通傷害加成 普通傷害 先看看吧 這部機器也不是十分不太好 但也有一句 現在也在說是超級大 作為二獎來說 這部機器也不差 畢竟它的技能也叫做 也不是這兩年 應該是這幾個月份出的機器 這部機器也不太好 但由於它的力量型的機體 打超波手 所以這些打沙包的機體 最主要都要它大力 它有力水的 而且它有加攻力的 也不差 但這部機器也很明顯地困綁在這個打超波手的機體 所以它有一定的出場率 但也有一句 我覺得這部機器 你問我 我自己就不會主張去追的 而且我覺得這些機器 遲早也會在二元掣 也會有機會做緩神 所以大家就想一想它了 而且特別是 如果你對上二元掣 如果你有抽到二元掣的話 它那部馬沙主動大摩 其實基本上那部跟這部有少少相似 但的確這部機器比那部大摩好 大家留意一下 由於熱源掣的佛心池 對於打超波手的機體裡面的貢獻量 也不是十分明顯的 基本上如果你要打超波手 打多一個痛的傷害 高的傷害 基本上你一定要追回最上級的那些 例如你一出那些就立刻要抽 這樣你才可以玩到一年半載 這些機器當然就一定有它的存在價值 但是由於未去到超極大 所以我覺得就差一點點了 大致是這樣 然後另外它有一部拳天就不說了 最主要是玩全體 而且玩全體的傷害力就不是現在這個年代要有的傷害力 所以就差一點點 大致是這樣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三張 我連開出來說都不想說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詞只能抽是完全不值得抽的 所以不建議大家去抽 我建議大家就儲一下石 我相信如果真的沒有抽熱源祭 儲一下石的巴打 我相信這個詞更加不需要抽的 因為這個系列呢 雖然這三兄妹真的很棒 配搭上面那種的 所以我覺得設定上這樣出發是ok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不會是現在你要走去抽的東西 大致的東西 都有一句呢 就不應該走去抽的 大致是這樣 最後呢 都沒什麼特別的啦 另外就先看看吧 19號 大致是這樣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那就不說太久了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下面有需要留言 下條影片見 拜拜